台湾人现在是闻苏丹红色变 因为不值辣椒粉 现在连咖喱粉、胡椒粉、沙茶酱都中招了 营养师廖欣仪表示 完全无法遏止无良厂商作为 民众只能自保 他提出5点驱毒避凶的方式 包括购买前要看清楚外包装标示的产品资讯 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产品 留意产品的公开检验报告 最好报告是公开在产品网站或是贩售的商店内 第三是确认产品是否有逐批检验 第四报告日期是否有更新 最后则注意检验的项目是否完整 廖欣仪指出 尽管经过这么多次食安风暴 越来越多业者会特别强调通过安全检验 但是否有长期检验、逐批检验 从源头把关、贯彻零检出 才是食安把关最不容易的地方 营养师林世航则指出 苏丹红其实过去在国际上 都有被发现加入食用香料内 现在各国几乎都明文禁止添加在食品中 虽然以目前的科学研究证据 以及人们的食用量 还不用过于担心吃尽一点苏丹红 就会造成致癌风险 不过毕竟不是健康的产物 还是不吃比较好 未来只能有赖食品业者的检验 与卫生单位的稽茶 来帮助消费者降低更多食安上的风险 人间浮华陈林芳台北报道